欢迎收听长篇纪实文学 往事并不如烟续集 作者张怡和 演播雨天 季莫洪参 上级 洪参 中国话剧电影事业奠基人 浩伯俊 自签起名《遣灾》 1894年12月31日 出生在江苏武晋县 也就是现在的常州 他是清代文学家洪亮吉的六世孙 曾祖曾为国子建生 祖父未受官职 也是当地有名乡绅 父亲洪述祖 民国初年任内务部秘书 1900年 洪参七岁入私属 13岁 父亲终止其私塾课业 带他去上海接受新式教育 先后就读于徐慧工学 南洋工学 南洋工学也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 学校的演剧活动频繁 这让年轻的洪参十分激动 原来书债之外另有天地 从此迷上戏剧 已知多门功课考试不及格 1912年 洪参北上 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秉承级 六月的一天 教学楼前贴出一张海报 本校秉承级于今晚六点半 公演英国名剧《侠盗罗宾汉》 本校洪参先生翻译并主演 地点 本校大中西南之西地 敬请诸位光临指教 白衣飘飘 青丝飞扬 一场演出 净显洪参的表演才华和组织能力 可谓风头出镜 家族是一棵大树 所有的福音与祸端都源于他 1913年 父亲洪树祖 应受到刺杀宋教人案的牵连 由官员变为罪人 四处躲藏 甚至东渡日本 生活突遭变故 全家顿时陷入颓势 1916年7月 洪参由清华毕业 八月只身赴上海 从这里出发去大洋彼岸 入俄亥俄州立大学 开始六年美国留学生活 他一方面学习烧瓷工程 一方面编演戏剧 二者难以兼得 他则动摇于两者之间 1917年 洪树祖南逃厄运 落网入狱 狱中给儿子写信 叮嘱他 学业未成 不可回国 1919年3月 国民政府大理院 判处洪树祖死刑 处决日期 为4月5日 恰逢清明 老天爷似乎在跟他作对 这一日 又是洪树祖六十大寿 远在国外的儿子 接到绝笔信的那一刻 写信人已然命负黄泉 尽管思想上有所准备 但看到父亲的笔墨 还是受到极大刺激 这件事所形成的心理阴影 伴随了洪参的一生 也影响了一生 他说 我的那次家庭变故 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决定 第一 我这一辈子 绝不做官 第二 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 去打交道 我要暴露他们 鞭挞他们 这样 我就只有学戏剧一条路 这一年的夏末 26岁的洪参 来到波士顿 进入哈佛大学 学习西方戏剧 师从著名的贝克教授 贝克开设的戏剧编转课程 学号为英文第47 每年有300多名学生 欲投起门下 但能考中的 却少之又少 有资格读英文第47 几乎成了令人羡慕的荣誉 洪参把自己写的两个剧本 《未知有事》和《回去》 寄给贝克 这位名教授录取了他 在美国六年 洪参创作和演出了多部戏剧 和张鹏春合作的《木兰从军》 于1921年3月 在纽约和华盛顿上演 引起轰动 除去开支 净收入1万美元 这让中国留学生兴奋异常 在美国 洪参曾与一个叫艾坦的白人女子 有过甜蜜的爱情 此后 他经历了两次婚姻 第一次娶妻陶氏 由父母包办 后来陶氏自请离婚 第二次婚姻 新娘是福建巡抚之女 余永珍 当然 这是后话 他于1922年回国 在远洋客轮上 一位蔡先生听说 他是在哈佛学戏剧 便问道 你从事戏剧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想做一个红戏子 还是想做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 洪参回答道 我都不想 如果可能的话 我愿做一个艺谱生 蔡先生说 哎呀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一向中国的幽灵 都是用妾妇之道 取悦于人的 洪参沉默了 1919年至1925年间 哈佛留学生赵元润 梅光迪 陈寅雀 魏挺生 唐月 汤用彤 于大为 顾太来 张兴海 楼光来 李济 林语堂 吴密等人 陆续回国 他们为民国的学术和思想 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影响 既深且远 洪参也在其内 他回到上海 找到老关系 得以在曾经工作过的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总公司 继续供职 这样 算是有了一份 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 而真正的热情与志向 还是戏剧 电影 当年冬季 他完成了九幕话剧 赵阎旺的初稿 虽然没有取得自己所期待的成功 但毕竟是中国首部表现主义 画剧作品 自1923年起 洪参受聘于复旦大学外文系 执教英文 并积极从事戏剧实践 成立了复旦剧义社 又加入田汉领导的南国社 1924年 他倾注大量的心血 创作扮演《少奶奶的扇子》 《少奶奶的扇子》 改编自王尔德的 《温妇人的扇子》 洪参有本事能在不改动情节的前提下 用语言功夫 体现当时的中国社会人物与习俗 难怪矛盾看了剧本说 我读了好几遍 那对话文字的羞辞 实在是好 演出轰动上海 盛况空前 洪参渴望已久的成功终于来到 因为报定一个做义普生的决定 故而在扳演过程中 总是尽可能地把西方戏剧概念和导演制度 引入中国正规话剧 从不仅灯光技术 大小道具的制作 服装设计 到广告宣传 也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 当然 他也遭受过失败 例如 发起组织上海戏剧运动协会 而后很快退出 1925年 洪参加盟明星公司 开始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电影 出入电影棚 他为人忠厚 举止得体 给电影同行的印象很好 两三年内 连拍五部电影 洪参创作的深途是 取材于宋代传奇 这是严格意义上的 第一个中国电影文学剧本 有完整故事 有基本对话 有表情动作 还规定了场景转换和镜头运用 为了能够较好的培养演员 他和朋友又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电影演员训练机构 中华电影学校 选址就在上海的艾多亚路 也就是现在的延安路 招说的学生里 就有当年毫不起眼 后来红得发紫的蝴蝶 应该说 洪参进入影坛 举足轻重 他坚信 电影比舞台剧 更能深入民众 深入人心 1929年 洪参加入了 由田汉所领导的南国社 二人在合作中产生分歧 洪参探究的是 如何将西方戏剧输入中国 田汉则是要把思想和主张 直接引入戏剧 南国社的演出风格 在田汉眼里 是自然而然的事 但到了洪参那里 就难以接受 当然 这不影响二人的思议 时间来到三十年代 尽管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 胡适丹丹 内有经济萧条 军阀混战 国共摩擦等 诸多社会问题 与尖锐矛盾 但中华民国 真的进入了一个 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 黄金时代 许多知识分子和中产者 以忧国忧民的情怀 投入到文学 戏剧 电影 绘画领域 表达着各自的社会理想 和现实思考 涌现出许多流传至今的作品 与此同时 以党派为集中体现的政治力量 也强力介入 国民党加紧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 共产党则加紧了对这个领域的渗透 从电影到书店 从大学到社团 都有其变换不定的身影 洪生富于正义感 人又慷慨激昂 1930年2月 曾因不怕死事件 与上海大光明影院 对簿公堂 3月 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中共党员前姓村 也就是阿英 受组织的委派 争取洪生加入左联 后由田汉介绍加入 没过多久 他的家成为左联活动的一个中心 一些重要会议 常以朋友聚会的形式 在洪生家里召开 9月 当局搜查了洪生的家 几天后 上海教育局局长 老朋友潘公展 登门拜访 这让洪生感到有些诧异 笑容可知的潘公展问道 洪兄啊 别来无恙否 洪生说 我的家居然被搜查了 老兄有所不知呀 有道是 退后一步 海阔天空啊 潘公展这样回答 洪生问 什么意思啊 莫非今天 是特意来赐教于我 这话说准了 潘公展真心劝道 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 有几句实话 要告诉老兄 现在局势紧张呀 共产党成立了左连 国民党 岂能等闲视之 大动干戈 本事必然 你洪兄 身为国民党党员 却替共党做事 岂不是把自己 变成了刀阻之间的鱼肉了吗 想想看吧 你对政治了解多少 政治的残酷性 你不是不知道 还是小心为妙啊 不要重蹈令尊的覆辙哟 洪生紧锁眉头 带着一律问 瞧你说的 哪里有这么严重啊 潘公展点燃一支烟 又道 老兄啊 生当乱世 不可造次 你身体不好 何不以休养为名 暂时避避风头呢 一来可以把身体养好 二来还可以静观事态发展嘛 林了 潘公展说 兄弟对你尽了朋友之责 若事情严重了 我恐怕也是无能为力 老兄啊 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那时的潘公展 虽是CCC骨干 但这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不是一般人 在国共冲突中 他站在国民党方面 但在民族利益和社会交往方面 他保持了良知与人情 对洪生的劝说 也是出自诚意 潘公展的话 洪生听进去了 一连几天都没睡好 数日后做出抉择 10月7日 上海申报和新明报 在广告栏刊出一则 洪生启示 全文如下 近来工作过劳 以至旧有之肠胃病复发 每日上课讲解 故意无此气力 无此心绪 而欲触离校颇远 早晚奔走 长途颠顿 更以为苦焉 自不得已从医之主 完全休息 在家静养 学校方面之一切职务 即讲师 教授 主任 所长 均以辞谢 以谋康健之恢复 文英近日 护上小报 兼有误会之记载 特此声明 便告亲友 启示刊出 引起议论 洪生日子过得苦 人又有病 这是实情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的政治恐惧症 这是父亲留给儿子 沉重的遗产 面对激烈的党争 尽管自己与国民党高官有来往 与共产党干部 也颇有交往 但洪生不想靠近任何一方 唯一的准则 是家人安全第一 个人生命第一 愿坐必上官 所以选择避祸 决定隐退 暂别上海 洪生的这个抉择 体现出他的高度人性与明智 行前 将自己珍贵藏书的一部分 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 来到家乡 宁静中 孤灯下 洪生写出 农村三部曲之一的 《五魁桥》 接着 就是农村三部曲的第二部 《香道米》 其创作欲望 被彻底唤醒 然后是农村三部曲的第三部 《青龙坛》 当然最为轰动的 还是电影剧本 《歌女红牡丹》 写完后 他向明星公司老板张实川建议 拍成有声电影 那时的美国 已有了腊盘发音和片上发音技术 如要购得专利 尚需巨资 洪生就自己试验探索 终获成功 他创作的《歌女红牡丹》 由蝴蝶主演 说的是京剧名林的七晚遭遇 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 后来 他又创作了《压迫香草美人》 《劫后桃花》 在《劫后桃花》里 祝太太由舒秀文饰演 蝴蝶扮演祝小姐 两个顶级电影演员出色地传达出 山河破碎下国民的蜀难之杯 鉴于有声电影获得极好的票房 各影片公司都争相拍摄有声片 洪生提议 尽快到美国订购电影器材 老板立即同意 1931年6月 洪生赴美国购置有声设备 运用新器材新技术拍摄的 第一部影片是《旧时精华》 由洪生编剧张时川导演 该片描述清末京城 一个贵族家庭的悄然衰落 在此期间 又套拍他自己创作的 《如此天堂》和张恨水的 啼笑姻缘 借着在北京拍摄的间歇 洪生还带着摄影组去看戏 他与马连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常向他请教京剧的一招一式 梅兰芳也请他和摄制组 到家中做客 洪生的婚姻进入了转折 1932年 夫人余永珍病逝 离世前要求丈夫允诺 与帮助料理家务的乡下姑娘 常庆真结婚 洪生思前想后 看着年幼的孩子 顺从了夫人临终前的意愿 1933年 二人在上海登记结为夫妻 婚后 洪生把妻子更名为常庆真 教他学文化 从十字开始 而成为洪太太的常庆真 还是一声声地喊他洪先生 洪生身体很差 屡犯未病 医生曾预言 寿命不会超过十年 这个预言对他的打击太大 情绪时起时伏 觉得自己太累了 想退一步 1934年 洪生接受山东大学的聘书 担任外文系系主任 就此退出上海的所有事务 艺术的 非艺术的 9月 他在上海戏周刊 发表《告别戏剧界的诸位朋友》一文 以此向朋友同仁告别 举家迁往青岛 没了大腕 夏衍阿英等 也退出明信公司 跟着 共产党的电影小组宣告结束 1936年 他接受中山大学的聘书 出任该校英语系系主任 全家迁往广州 日本清华 全民同仇敌忾 为了兴起的国防戏剧 洪生频繁往返于岁户两地 1937年1月 洪生以个人名义和声望 召集政界 学界 艺术界 以及国共两党人士 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座谈 面对八十余名来宾 他情绪激动 大声疾呼 希望大家不分朝野 不分左右 放弃西日怨仇 以全民族集体力量去救国 7月7日 卢沟桥事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7月10日 中国青年党 中华解放行动委员会 中国国家社会党 救国会 中华职业教育社 乡村建设派等政党 一致要求立即进行抗战 7月15日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交 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7日 蒋介石发表卢山谈话 表示 中国临到最后关头 便只有拼全民族生命 以求国家生存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年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 借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皆因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国共两党再次合作 命运中 蕴含着奇妙的关系 国共合作的一段岁月 鸿燊焕发出无比的政治激情 有着国民党老党员 和著名大学教授两块招牌的他 精神抖擞 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身边人形容他 步子虎虎声威 1938年初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 部长陈诚 副部长周恩来 设立第三厅 主管宣传 郭沫若任厅长 寿终将险 下设三个处 其中六处主管艺术 处下设科 鸿燊为第一科科长 受上校军衔 当身着黄绿军装 手带白色手套 配着尖花 鞋技皮腰带出现在老友面前的时候 还真把大家吓了一跳 是的 国共合作的局面 让鸿燊自己也说不清 这是一种什么情绪 内心充满兴奋 轻松和解脱 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前线 到后方 去演出 去宣传 政治上可以合作 艺术上也可以合作 况且戏剧 电影 以及音乐 都是他的拿手戏 加之声信豪爽 慷慨善良 善于交际和辞令 立即把抗战宣传活动 搞得有声有色 他制定为期一周的宣传日 其中包括歌踪日 电影日 漫画日 戏剧日 又组织几十万人大游行 继而是十个抗敌演剧队的成立 年华尚未老去 壮志不应消沉 然而 战事极不乐观 武汉三镇沦陷 国民政府大车退 政治部三厅撤离最晚 途中又经历了长沙大火 洪生把三厅几百人的身家性命 扛在肩上 开始了昼夜征战 长途奔波 人员损失过半 经历艰辛 抵达重庆 人们无不赞叹 洪生是条汉子 佩服之志 1939年 形势斗变 国民党举行五届五中全会 制定了容共 防共 宪共 反共的方针 通过了防止一党活动办法 1940年 第三厅解散 这让许多文化人不知所措 一阵惊恐慌乱之后 各自有着新的打算 人际关系变幻莫测 原本还十分要好的人 突然视为陌路 笼罩于社会的 是防范与戒备 轰轰烈烈 一下子变成空空洞洞 这让敏感又重感情的洪生 感到难堪和失落 太阳孤零零地照着 身边只有风声 鸟鸣 表面上依旧参加社会活动 和社交应酬 私下里 常一个人待在家喝闷酒 在这里 我要特别说明 洪生和左翼作家不同 不会为了革命和救赢磊 一刀两断 就思想倾向而言 他比较接近下眼 田汉为代表的左翼 但在个人情感方面 则更靠近与之长期合作的 同仁 朋友 以及老关系 共产党方面 很好地利用了他 但根本不了解他的心 国民党这一方 自然是把洪生 化为激进分子 也是防范限制 中国严酷的政党斗争 将私人情意 几乎完全淹没 昔日风景 隐约在目 但四周弥漫着疏远 淡漠与无情 这令纯粹的洪生 毫无心理准备 陷入了空前的孤独 病情也加重了 胃病时常发作 还染上慢性瘧疾 加之 重庆的物价飞涨 他两袖清风 且无积蓄 即使拖着虚弱的身体 和频频发作的牙病 从郊外 赶几十里的远路 到市中心的复旦大学 去授课 收入也是杯水车薪 熬夜写稿 借债买药 身体彻底拖垮 冬季 他的大女儿 因肺病而去世 悲伤 忧郁沉重 和岁月不尽的畅往 都是洪生乱世中 感受到的自我存在 1941年1月 突发晚南事变 政治形势更加恶化 生活越发艰难 洪生体验着一个旅人 独行途中的困顿与严酷 他心绪不定 时起时伏 高涨时激昂 低沉时伤感 曾感慨地说 活着 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又跟朋友讲 我现在只能无聊地玩 吸烟 喝酒 我简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可惜身边的朋友 未能从这样的话里 觉察到他的悲苦与绝望 找不到让灵魂得以栖息的地方 终于 重负把洪生推到生命的终极边缘 一旦生的悲苦 超过死的恐怖 这个人就会结束自己 他决定自杀 决定全家自杀 洪生在遗书里写道 一切都无办法 政治 事业 家庭 经济 如此艰难 不如且归去 他吞下大量的奎宁 夫人喝了大半瓶红拱 瓶底剩下的一点点 给了女儿 洪生服毒自杀 震惊山城 这是洪生 一个外在刚烈 内力怯弱的洪生 老朋友 国民党官员 中共身份的人 都去探望他 送钱给他 所有的捐赠 他一概不收 周恩来文讯 让张光年代为探视慰问的时候 洪生呜呜哭起来 对其自杀动机 左翼政治背景的人撰文说 他的自杀 是因为看到左翼人士受迫害 促使洪生 向国民政府施剑 还有文人说 他用死的方法 来结束无碍婚姻 根本无需辩驳 因为这些人 不懂洪生 晚南事变 家具了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 文化界人士 有的去了香港 有的去了南洋 也有人去了延安 二月 长女病逼 他亲手 他亲手安葬 从三月开始 洪生带着全家 先后辗转于广州 桂林等地 后来返回四川重庆 一面授课 一面排戏 那时的重庆 是国民政府的陪都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 重庆戏剧界 电影界三百余人 在百邻餐厅 举行茶会 庆祝洪生 五十寿代 国民党成员 如张道帆 共产党干部 如周恩来 第三势力人士 如沈君如 还有政府官员 坊间名人 大学教授 汇聚一堂 体现出洪生的 巨大影响力和亲和力 茶会由老舍主持 郭沐若宋词 他说 洪生值得我们学习的 有四点 第一 保养身体之健康 第二 思想之深远洪薄 第三 生活的艰苦 第四 作品之丰富 意为各作家中 产量最胜者 自民国四年开始 编导著作 达六十九件之多 茶会最后 由洪生答谢 他说 回想从前 放弃化学工程 而做戏剧工作 是值得的 也是应该做的 桂林影剧界 也举行了庆祝会 田汉 欧阳宇倩等出席 柳亚子 在一张宣纸上提示 巨国文场 双霸彩 红狼五十 气能辉 八山此日 开炎位 愿献离江 做酒杯 意犹未尽 大家又再次聚会 会上轮流连聚 成五言长诗 集席 由柳亚子输旧 邮寄给洪生 日本宣布投降 八年离乱 终见光明 重庆山城彻夜游行 每个人眼里含着泪 所有的人都急于返回家园 有钱有权的 占得海路空各种交通工具 老牛破车 则载着普通百姓 踏上归城 对此 洪生颇有感触 决定以这样一个 《归家图》中 做戏剧背景 用十二天的功夫 写出 鸡鸣早看天 剧中 身份各异的旅人 先后走进川北公路边的 一家小旅店 他们经历不同 习性各异 但都被挤压在同一个空间 于是彼此就有了纠缠和故事 洪生用他演绎出战火下 国统区的社会现象 人际关系 以及国民对未来的憧憬 1946年10月 在重庆公演 后来应邀改成电影 感谢您收听 游生济时文学 往事并不如烟续集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